Hello大家好,我是翼王,今天来给大家开商一下这个Intel最新发布的i7-8086K处理器 现在京东还没有,淘宝上面只有预订而且价格老贵老贵的处理器 今天给我们在台北找到了,折合人民币大概3100元左右 这次拿到的是正式发售的盒装产品,并不是之前泄露的散片 8086K采用了Intel少有的硬质和包装,比i9都强 背面可以看到CPU本体 等等,没有6核12线程的标注 该不会卖给我们的是双核的版本吧 侧面这里还有兑换码可以换取软件及游戏,不知道大陆版本有没有 所以为什么要叫8086K这么奇怪的型号呢 很多人应该听说过,在奔腾之前有286、386、486这些型号 而他们的完整名称应该是前面有个80的 80286、80386跟80486 而在40年前,1978年6月8日 正式发售了Intel X86架构的第一代处理器8086 然后昨天6月8日就是Intel 8086处理器发售的40周年纪念日 我们刚好在第二天就拿到了这一颗8086K40周年的纪念板 那么现在我们来开箱吧 好,开始开箱 好 开箱后首先看到的是英跳CEO的签名 之后这张正品说明书上面有说明 8086K是英跳首颗面向普通消费者的锐频到5GHz的处理器 从之前泄露的散片的测试来看 8086K实际就是8700K的官方特条大雕 另外5G是单核锐频而不是全核 哒哒哒哒哒本体登场 CPU的顶盖和其他1151的处理器没什么差别 背面和之前泄露的散片好像也是一个卵样 PCB上有唯一的序列号和盒子上的对应 最后再来个全家糊 那么这次的开箱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收看 你再说砸死 那么这次的开箱就到这里了 因为我们人还在台北 手上没有主板或者其他设备 需要回到大陆之后再进行继续的测试 如果想看到后续的性能表现的话 记得关注 非常感谢 下次再见 拜拜 我是翼王